POP大国民请听蔡时平 哈喽所有POP大国民的朋友们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聚收听永远大家在一起的POP Radio 我们是POP大国民我是主持人蔡时平 今天12月1号礼拜三的傍晚5点钟 我们5点钟一开始为各位请来了国民党的前主席 也是现任的立法委员江启臣江主席在我们的现场 委员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士兵兄好 欢迎大家欢迎大北部地区的朋友锁定FM91.7 陶祖苗地区的朋友锁定好听广播电台FM90.7 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APP POP Radio的APP就可以无远佛界的收听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因为12月1号了 12月18号就是四项公投 1月9号就是台中二选区的补选 其实进入到12月以后 可以说这一方面是这一年的最后这一个月份了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两件政治的这个话题 大概都进入慢慢的进入到倒数的这个时段了 好江启臣江主席今天来我们的现场了 这个主席过去委员过去当主席 所以一直都很关切一个整党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卸任以后又回到他自己的台中市 然后又非常关心二选区的立委的补选 所以换句话说宏观跟围观 那今天都要给你好好的聊一聊了 这段时间我们先从二选区来谈好了 这段时间二选区你常去吗 还好 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的选区 但是还是会关心 那不见得常去 但是就是说最近有几个场合 刚好会跟宽衡铺在一起 不管是公投的场合 或者是其他那种跑星辰的场合 活动的场合 那大概也会关心一下 那基本上 我觉得12月18号以后 才是这档补选的真正的开始 也说要四项公投才是先要过这一关 对因为你现在看到了 就是说当然两位候选人都在跑 实际上不止两位 登记得好像有三位的样子 那但是看起来就是说 因为有公投的这个效应的问题 还有公投现在正在进行 剩下两个礼拜多就要投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各政党目前都忙于公投 主力都还没放到这里 对所以真正的主力 还没有放到在这场补选上面 不会啊 我看那个绿媒打那边打得已经很重了 好像是媒体跟他在选的 打得很重啊 就是外界看起来会觉得说 奇怪这候选人到底是严宽然跟谁在选 对好像严宽然跟媒体在选 或者跟媒体人在选 所以这也让外界会有点物理看话了 那另外就是说觉得 这个一场地方的补选 会打得跟总统大选一样 而且还没正式开打 还没正式开打 你可以想见18号之后 18号好像是一个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说这一场补选之战会被这个怎么讲 就是上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步 或者把候选人的检验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大家都像我们还蛮难想象的 不过现阶段就已经让外界觉得 我记得宽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都还没有宣布参选 都还没有宣布 我记得是他宣布参选那一天 他说我之前还没有宣布 就已经被攻击成这样子 宣布以后 宣布以后还得了 但是就是说你一旦要参选 你就要接受检验 对他或者严家来讲 他们应该都不是第一次参选 是啦地方服务也有一阵子了 所以也都被检验过 只是说这一次可能就是很多事情被更放大 那我认为当事人嘛 你参选的人就是不是事实的事情 你也只能以送指棒 毕竟有选拔法 你也已经是这个参选人 他不是也好像也采取了以诉讼来指棒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言过其始 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选举 可是当选与否 可是可是委员 我听到这样一段 我为什么刚刚叹一口气呢 你在政治政治场上打滚 你也你那么多么久 你也知道 有时候我上次看到最近一些判决出来 有时常会觉得说 Oh my God 到最后呢 不了了之 对对不对 很多事情就就不了了之 就变选举的战略 结果当事人在当时呢 很可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媒体 这种大篇幅的扭曲报道 最后就一直一直小小的说 这个案子不起诉 不怎样 没事 经过调查以后发觉这件事情 对 甚至包括连检方 很多这种动作 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对不对 到最后也没有起诉 对呀 所以你不觉得 就是说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 真的有时候会真的觉得 为了一场选举要这样 其实你可以想见了 参选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有时候他内心的某种 某种的这种煎熬跟挣扎了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话题了 就你刚刚讲的 这个严家也不是在那里 第一次参选了 所以换下来讲说 其实该有的 该起的底 该有的这个背景 什么都差不多了 那只是说 因为现在是一对一的选举 所以一定会被拿出来 再放大 这个大概跑不掉了 但严宽恒对这个心理有准备吧 当他决定要参加补选的时候 他应该有了然于胸吧 还是说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 我觉得因为他在参选以前 对这个媒体就已经开始在 在做这些放大的检视 或者是攻击了 所以他在宣布参选那一刻 应该是了然于胸 知道说这一场选战会是很惨烈的 大家没想到那个某位媒体人 就这样对他凶追猛打了吧 但是他大概也很难去 自己他自己很难设定说 这个战场到底会扩大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他因为 不是他发动攻击的 他等于是处于一个 被挨打或者被检视 对对方怎么放这个剑 你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 所以你也只能讲说 他就是做好最坏的准备 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参选 那就是破釜成说 所以他他宣布参选的时候 我记得他就是说无惧 就是勇者无惧的这种想法 为了为了为了家乡 为了从重拾民众对他的支持 他就是展现一个无惧的态度 来面对这一场选战 那你该说明的就说明 他不是事实的就提告 所以我认为这大概也是他现在能做的事情 是 就好像石平兄你刚刚讲的 你在这过程当中你缴获了很多最后到法院去的时候 选完了宣布没事 可是已经选完了 那又怎么样 你被纠缠的这些事情也许也没事了 然后你告别人的这些提告的也都没事了 这时候好像就是为了一场选举搅混了一团 那个混水之后 选完大家就各自都摸摸鼻子 这个是这样的 我也是蛮感慨的 对啊 这个台中的二选区呢 这个选举因为他毕竟在四大公投之后 所以刚才这个江历城这个委员也说的很对了 就真正的这个战火呢 可能要到这个公投完了之后 大概才开始 而且公投的结果怎样也可能会影响这个选举的气势 这都可能 所以在这之前 但是问题是在这之前 二选区已经打到严肖弥漫 全国关注 对啊 全国关注 严家这个底呢 几乎每天晚上 看电视打开 全部都在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提效皆非的是 除了严家这个底 那当然你说实在 我们也必须承认 严家也不是说 过去也真的也不是没有一些背景的 所以这也都OK了 大家知道说他们过去 总有一些这个这个黑底啦 或者是黑历史啦 可是我比较觉得无辜的是说 哎 连一家几个媳妇 要让媳妇都被列个表 哎呦 选举打到这个样子 我都不晓得 这要干嘛 这个当然也是给所有要参选 参加 对不对 几个媳妇什么的都都拿出来 然后你说 就是说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选举打到这样 有时候想想看 也也真会让一些有心的人会退 会退却了 就觉得这样很无聊嘛 选举这样打这个干嘛呢 我选我的 我家人全部都被拿都被拿出来了 好 选哪边的媳妇 哪边的媳妇 怎样 好 在我们的现场呢 是江以成主席了 那 呃 我们今天请他来 当然是一方面 睽違了一阵子 那也要看看他这段时间 他的整个的这个 呃 就是说离开了党中央的这个位置之后 他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这个局势 特别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聊的 这个四大公投 这个议题 因为这四大公投现在已经很快了 今天12月1号了 嗯 没有几天呢 呃 就要看到这个结果 而且最近连续陆续的出来几个民调 包括台湾民进基金会 啦 议题Today啦 还有甚至包括国民党的内部的这个民调 看起来呢 呃 四大公投呢 核四这个议题哈 重启核四这个议题呢 的确是陷入到胶着 而且甚至上看起来是这个呃 反对方哈 是有在拉回了拉回了这个呃 优势领先了 那反而是其他三个民调呢 本来大家都看好的 看起来也有在拉近的趋势 那充分证明了一点就是说 国家机器的动用哈 整个的这个国民进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他的优势还是看得出来的 那国民党也不是没有一些困境哈 国民党到底步调能不能一致 对这四个公投是完全采取四个四个 这个呃呃都同意 台湾就会更美丽吗 还是说在不同的议题上 会容许地方县市首长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呢 这可能都是我想 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党主席的江几成 你应该也自己会可以体调 这这东西是有为难的地方哈 待会来我们听听看你的分析 还有你的你的建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呃在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江几成 呃立委江几成哈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呃四大公投这个议题呢 呃因为无论如何这个之前这个这个这个在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其实这议题就已经出来了哈 哎呃在当时的时候 你你那时候你们的想法的反莱猪是没有问题 是你们你们提的 我们两个公投榜大选这两个是没有问题 那后来因为有黄世修民间团体的重启核四加一个 嗯然后再加上这个呃呃呃潘正宗呃潘老师的啊 嗯这个藻礁藻礁的议题 所以就变成是又起又起了一个 两个是算是民间团体 两个算是国民党发动的 没错没错没错 你当初的时候设想是什么 我们现在回回到正本清原回到当初最早的时候 这四大公投的时候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当初我们国民党很单纯就是两个公投 呃我是发动那一个公投榜大选 对去年八月份 先发动了之后刚好又一个多礼拜之后八二八 嗯那个蔡英文宣布莱猪进口 对对所以才有九月初我们发动第二个公投 就是反对莱猪进口 所以就这两个公投案是我们主推的 所以包括一路在立法院工房 哦然后到后来一月份到二月份三月份的联署 全部都以这两个为主 一直到今年的五月二十八号 嗯中选会公告成案 我们都还是以这两个为主 嗯因为民间团体的我们管不了 对啊而且还是民间 而且是他们自己发动他们自己联署 我们顶多是在藻礁联署上面有参与到 嗯嗯啊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藻礁联署也是很 很意外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们他们那个联署一开始不理想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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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记得是没错三月二月第三月 没错这我也有印象 结果是我台中一中的学长学弟他们 因为支持这个事情 他说哎那个姜某某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联署一下 帮我们宣传因为我们现在来不及 嗯嗯嗯啊我看到说哎这个内容不错啊 七千六百年的藻礁这样会被毁掉吗 所以我就很简单我要联署完我放在 PO一张照片在我的脸书 不得了说王军都来嗯 民进党的王军都来可能因为我当主席的身份 对他们认为说啊国民党要介入这个 嗯嗯嗯这个民间团体的联署了嗯啊 啊国民党要变成政党对立了 我说哪有嗯就纯粹我记忆 早知道早知道你就你就拿把我一本书放在你的脸书上 对啊这样这样不就造成那个啊 国民党就支持我的书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政党对立的问题 啊所以就这样哇突然 对我有印象 好快好快后来就很快了嘛 后来他们破七十万份 嗯哦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才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开始跟藻礁团体有互动有联系 这些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他们 那一直到我这个后来主席选举嘛 啊然后这个公投事情稍微已经淡下来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那个那个时候焦点不在这个上面 但我们我们内部开会通常都是在关注这个民意支持的 就是说这四大公投案尤其我们那两个人的民意支持 我们几乎每一两个月都有做一次民调 嗯发掘那个民调上面 感觉上民众的心意已决嗯 就是说反来主也好共同绑大选也好 甚至是 连那个核四啊 你看到就是说哎 好像四个都 四个都都是民众都是支持的 嗯哦只是说落差多大而已啊 幅度差差异多那个差异多大而已哦 那当然反来主是得到最大支持的 大概有好的时候将近七成 嗯哦那这也代表民营党他为什么在四月份不敢提对案 那时候行政院是可以提对案的嘛 他面对关卡可以提对案 他不提嘛 为什么他提了之后怕这个太难看嘛 哦所以就没有提啊 那就就这四个公投案就一直到后来 呃等到我们主席选完了哦 那嗯 四个案也开始进入最后要要决战的决断了 本来是828了嗯 被延到1218了 对因为疫情嘛 对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哦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认定在党中央那时候 我们就是啊 我记得我们内部开会这些等 我们都认为说我们以我们这两个为最主要 哦那至于另外两个案哦 我我们也要尊重这个提案提案帮哦 因为因为民间团体他不见得希望有任何政党去跟他夸在一起 哦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一开始都是抱持的尊重 我的我的印象了哈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做评论的我来做我的观察好了哈 让让这个我们做一个讨论的一个基础 就说我印象也是没错哈 从你刚刚讲的是说你在党主席任内 然后到我记得到的新的主席 这朱一人主席接手这个四大公投之后 他接手之后其实也两个共要重要工作嘛 一个就是台中二选区的罢免嘛 然后接着是这个补选嘛 那再来就是四大公投 我印象也很清楚的说他开始的时候 他的说法也很清楚 就是延续了原来的国民党的态度 就是两个是你们提的 一定是要权力的这个 然后过关 另外两个呢是你们乐观其成 因为是民间团体的 乐观其成嘛 大概是原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后来政党一旦对决了 民党提出来的四个不同意 台湾这个更有利之后 看起来国民党好像也被迫 也有一点是被迫要应战的感觉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 四个全同意或四个不同意 那这个就变成说有政党对决的问题了 但一旦有政党对决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单 我们必须说公投就加温加热了 这是事实 但是也暴露了国民党原来为什么 他会在两个 两个领衔的这个公投上 他们全力推动 然后另外两个他尊重 尊重民间社团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最敏感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和四 重启和四了 因为重启和四 在和四场的周边 我想各位可以回顾一下 想一想看 从基隆 基隆市宜兰县 然后这个台北 以前的台北县就新北市 然后到台北市 这些都是最敏感的 这个半径范围之内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几乎以前的这些首长 对这个议题 都很小心翼翼在处理 包括朱宇伦当 金北市市长的时候 所以其实这个议题 按理说国民党应该是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内部的沟通 那现在变成了政党对决之后 就看到现在这个 很尴尬的状况出来了 侯市长看起来 还有这个林芝庙县长 连苗栗县的县长 徐县长也跳出来 就这个现在看起来 就变成是国民党 要先去处理的问题 否则的话 这个公投 如果还是四个 对四个的对决的话 就会出现 国民党这边有压力了 所以我只是觉得很可惜 就说现在看起来 这个议题如果还有时间 国民党是要怎么样 整军旗鼓的 把这个步调拉得一致一点 或者至少要能够 保留一点什么样的弹性 让他能够来对付 应对外界的 这样子不断的这种 见风插针 那这个我觉得是 可能各位要去想一想了 可能也要去 这要靠 这我觉得是要靠政治智慧 这不可能是靠一些 什么政治的压力 或者放话能够解决的 那 但这四个公投 现在民进党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 民进党为什么 也把他拉高到 好像是政权保卫战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他没有其他选择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个 这四个案的内容 你注意去看看 是不是很多是过去 民进党的主张 对不对 共同保全群 他过去的主张 对他过去的主张 反对来际 他过去的主张 对不对 藻礁 他过去的主张 只有合适不适 所以当这四个案都违背 他现在自己的政策的时候 你要叫他怎么说明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所以你看到说 我们起码 我们那三个案或两个案 在民调 在今年上半年 一直到最近 可能到十月份左右 那个民调 基本上民众 真的是高度 同意这个公投案的 那也因此 比如说我们拿反来主好了 如果说六成七成的人 是反对来主进口 那就是代表这当中 有超过将近比如说三成 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对对 民调上看起来 对啊 因为国民党不可能那么多人 国民党现在的支持度 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民进党 他的唯一的策略就是什么 只能用政党对决 就是用政党 用意识形态 那个是国民党提的 或怎么样 我们就反对 用这样的方式拉高到政党对立跟对决 去模糊掉公投的内容的焦点 然后再透过怎么样 这个我们怎样说 用那种置换概念的方式 然后用鱼目混珠的方式 把那个内容怎么样 把焦点给模糊掉 所以他去扯到什么CPTPP 扯到什么 我们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 美猪跟莱猪啊 搞不清楚啊 这些等等的用这些东西去织外 然后很简单的去告诉他的支持者 就是说反正你就是跟着我小英走 我小英怎么投你就怎么投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一场 他们现在白场或者先场的说明会当中 哪三个出现最频繁 政府总统跟苏正昌 所以这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政权保卫战 政权保卫战 所以这三个人是主角 你没有看到其他的 就这三个人是主角 他变成是一个大选 就是总统级大选的一个选举的 只有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把那些原本因为议题关系 而离开民营党的这个主张的 或者支持的 用这个方式把它拉回来 所以当我们也陷入进去的时候 那就真的就变成是一个政党对决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说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在议题 单一议题取向的时候 他的确像莱猪这个问题 其实民进党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其实未必赞成的 当他变政党对决以后 他等于是用整个政党的未来 政权保卫战的方式 逼迫他的支持者回来投票 但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结果 待会我们来讨论 那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民进党支持者会觉得说 哇压力这么大 我不投了 我不投了 现在已经有一种说法 认为两边到最后搞不好都过不了 都过不了那一个公投的几率 过不了就是他成功了 没错 好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立法委员 国民党前主席张启成 我们刚刚有在分析了 照现在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民调 看起来大概有五成多的这个选民 都说他们会在意这件事情 有可能出来投票 可是五成多的投票率的话 如果我们假设 假如所有议题到最后都很胶着的话 那等于双方各有25% 其实蛮危险的 就是说所以蛮危险是说 他非常有可能四个公投案 都在插边球的方式过了 不管赞成还是反对 但也非常可能 稍微天气不好或者是怎样怎样 都不过 就等于说投票 你的投票 那个投票 同意 同意票 没有超过那个反对票 没有到那个25% 那就都没有过 所以这可能性不是没有 如果出现这个局面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搞不好有些人不了解 到底要多少万票才算过 因为我们公投案18岁就可以投 那我们现在18岁以上的公民数 差不多2000万 那你同意 公投案要通过的同意票 要25% 所以就要500万 就500万张选票 你才会通过 那500万张选票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一个总统大选的概念 你要出来选总统你就拿不到500万张 大概没有当选 完全没有当选的机会 但问题来了 投票率会那么高吗 对不对 我们去年刚选的总统大选 是7成7的投票率 他是总统加立委 对不对 而且是高度动员的状况底下 他的投票率到达7成7 然后7成7 蔡英文拿817万票 韩国瑜拿500多 50几万票 所以你要到这种规格 你才有可能这么多人出来投票 好了 那这一次你说 如果说单独的公投投票 如果有五成投票率 那也算不得了 刚结束的那个罢免 陈伯伟那个 那个投票是五成一 51% 51% 51% 对不对 也是非常高 好 那如果说投票率五成的话 那你现在的民调看起来 如果反来租的 同意反来租的五成五 55% 那你才刚通过那个门槛一点点 对对对 没错 那其他案你像 和氏也好 对对 藻礁也好 都四成多而已 那就 那如果说民调这个大概来推估的话 对啊 如果说以这样的投票率 跟现在的支持度的推估 其实他要通过的门槛是很高的 因为没有绑大选 你没有绑大选 投票率就会 投票率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对 2018年各位应该都知道 九合一选举加10个公投案 这一次算投票率很高了吧 很多人出来投公投案 那个都赞成票七八百万张 你知道投票率多少吗 55% 也只有55% 55% 我这有数字 你说公投的部分 10个公投案的平均 55 55.23 那等于意思就是说 投了总统票跟立委票的人 没有这个是县市长 投了县市首长的人 但县市首长票 投票率比这个高 比这个高点 对啊 六成多七成 就有人还是不投吗 对对对 即使公投榜了大选 他还是没有投公投的票 有些人去投公投 有些人没投县市长 有些人两个都 那有些人只投 只投县市长 只投县市长 九二一 所以 所以这就是 没有公投榜大选的情况底下 你的投票率会更低吗 没错 没错 一定更低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的战略 就是说 我一方面催我自己的票的动员 那万一这个 投票率可以上去的话 我的投票率不会输给你 他的战略 第二个就是说 好 如果我催的结果是这样 那到最后呢 投票率还是不高 那没关系 没过 但是我的 我的票呢 还是会比你多 但是 我的票出来 起码他们基本盘 没错 没错 他的战略就是说 我起码把我的基本盘找回来 然后呢 又能够让你这一个公投案 不会过 不管是投票率不够 还是说 就算投票率够了 可是呢 你的赞成票不够 不到百分之二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他整个战略战术上面的运用 所以他们现在有些基层宣讲就跟你讲 嗯 啊你们如果同意就不用出来投了 嗯 哦 不同意再出来投 所以他喊四个不同意 OK 啊因为各位知道 这个公投案的题目有时候 就是对一般民众来讲 他的理解会觉得说 我就是反对政府 所以我要出来投 我们就是要跟各位再解释一下 哈 因为昨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电台节目呢 这个 小玉哈 秋名玉在访问黄世修的时候呢 他他有特别举一个例子说 有一个这个蓝蓝营的朋友 在跟他聊天 就说啊 他问他会不会投 他说会会会 我四个 我都是我都是这个 呃反对的哈 所以我要我要投反对票 他说哎不对哦 你公投就不能投反对票 你反对 但你公投不能投反对 听起来像像玩文字游戏 对不对 你反对这四个公投 但是你不能投公投票 那个人说为什么 我不是反对吗 他说那个 你如果是反对方 你要投赞成票 同意票 所以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现在才出现所谓的民进党会说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利 国民党会说 四个都同意 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由就是因为 在反对跟赞成之间呢 那是你的态度 但是在公投上就刚好是倒过来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简单的来讲 就是你 你今天来投公投案 只是你赞不赞成这个公投的内容 对对对 如果你赞成这个公投主文的内容 你就投赞成 对 如果你反对就投赞成 但是这样的话你前提是 你要把公投主文内容给看清楚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 我不是反对吗 我不是赞成吗 怎么会跟他这个公投主文内容是不一样 要特别留意 蓝营现在国民党的这个是说 四个你都要投这个同意票 同意公投主文 那绿营的朋友就是反对公投的主文 这样你就搞得清楚了 否则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说 会投赞票 会玩文字游戏吗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重点是说 绿营现在这个战略的话 会迫使蓝营也也怎么办呢 蓝营不跟 那就好像说 这四个跟四个就不是四对四的对决 可是蓝营如果跟 那就跟原来最早的时候 他们原来的想法是没错的 从江亦成主席一路下来 就说两个是国民党发起的 所以当然要要支持 两个是民间团体的 那你乐观其成 也愿意扮演这个辅助的角色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开始的时候 双方其实立足点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因为立场不 应该说大家 立足点不一样了 就是你原本对公投这件事情的 看待的方式 态度本来就不一样 好那现在还有时间 因为他毕竟今天才12月1号 你觉得如果说蓝营 因为你也是毕竟也是一份子 当过前主席 你觉得蓝营 蓝军要怎么样子 好好的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呢 有人认为说应该以蓝猪 作为主线 让打这个蓝猪来带动 这个四个公投 也就是说我就避开 我们自己内部 可能会比较有不同看法的 强打这个蓝猪 用蓝猪来带 这个都等于说 到整个战术战略上面的一个讨论 工坊的讨论 绿营他其实他 好像你讲的 绿营他也是挑其中一个案 他就挑何事 他就挑何事 就是说你如果赞成或反对何事 你就投什么 就其他几个案他也不讲 他就讲这一个 他用这个来带 所以有人的确有人认为说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 讲这个最简单最清楚的 就是蓝猪 如果你反对蓝猪进口 那你就四个都同意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站在政党的立场 当然你要从政党去吹票 从政党去拉票 去叫大家出来投票 你政党当然你可以 可以用政党的方式来处理 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决没有错 只是说在处理的政党 政党的态度出来以后 应该说出来以前 内部的怎么样去整合 然后让步调能够一致 那这个步调一致当然除了包括说法之外 还论述之外 话术之外 甚至是宣讲的内容 广告这些等等 还有接下来办的这些活动 可能就是要扣准一个基准点去讲 这个有时候当你选举 因为这是选举 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你这个步调 然后团队 然后大家是不是一致的这个行为 他才能够拉抬你整个的气势 因为选举选到后来 投票到后来 有时候是一个气势的问题 那现在民营党是全台湾这样子到处撒 这个他也他也他也有非常雄厚的这个党政资源 在到处撒 然后到处宣讲 那蓝营呢 蓝营先目前的宣讲 你觉得有有步调上也OK了吗 还是说他大概还是有一点各自为政 第一个目前 当然党中央有初步之前有规划出一些不同种的方式 但是蓝营从过去这个月来 大家比较做的方式是 大家自主的去办理自己的活动 不管是接讲市场 我看到好几个是这样 对 或者是大型的宣讲这些等等 那由大家自己自主去发动 自己自主去号召 那党中央现在大概资源也有限 我觉得这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 所以更需要基层的民代或者是团体这些等等 大家自主性自发性的来办 那我还是必须讲 因为这个公投是涉及到民众的权益 所以我们既然作为尤其作为民意代表的 我们就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OK 来诉求这些事情 那你自己现在负责的区域 大部分都是回台中宣讲吗 还是在台北 台中为主当然都有 其他各地都有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案的领先人 所以像这礼拜在台北 在新北 还有在台南高雄都有 OK 好 那我们问一下这个感受 在宣讲的时候有感受到民众的热情吗 就是这个气氛 你有感觉到那个回馈上 因为我听几个绿营的朋友说 他们这样宣讲 他们也觉得有绿营的支持者有在回流 他们自己都很明白 那我想如果民调来看 看起来他们个别的感受也都印证了 民调上有在回来 那你从蓝英这边你的感受呢 还是蓝英的选民还是比较冷静一点 比较理性一点 比较不那么表态一点 表态的还是有 我觉得还是有 这个部分 因为本身这几个议题 一个他跟民生有关 所以民众本来比如说反对萊猪 他就是反对萊猪 OK 这个基本上反而是 你去宣传 或者你去 要大家出来投票这件事情 看在这些人的眼里会觉得说 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反倒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对这四大公投议题 态度跟我们一致的人 如果感觉上好像都看到政府在宣传 绿营在宣传没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会紧张 我觉得现在反而我们得到的一些反应 可是这个反过来看也很合理 因为民进党现在是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 因为他掌握行政资源 因为国家机器在打 对啊 对啊 他当然铺天盖地的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民众的担心 他觉得说啊怎么怎么最后是变成民进党 还有政府在用我们的纳税钱 在等广告 或者拿我们的钱买广告 洗我们的脑 然后国民党这边好像媒体上面可能也弱势 宣传上面好像也没有 没有那么多庞大的资源 铺天盖地这样去撒 会担心啦 目前我觉得我们收到的反应 大部分都是相相对起来会替我们感到担心 OK OK 好但是我觉得蓝英的朋友也可能要换个角度来看吧 因为你是在野党 而且现在国民党的这个 呃不管是在这个资源上各方面都都不可能跟过去相比较 情况下反过来看 你越是有危机感的话 说不定你反而越能够感受到说你要出来投票 你要用投票来表达一定的这个态度 但是我我自己是一直认为说四大公投 因为他竟然是四个不同的题目 其实每个选民还是可以想一想啦 哈 你可能可以因为你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关心的议题 哈 你会特别着重在哪一个议题上 我觉得你好好想一想嘛 因为公投本来的目的是这个意思啦 对 是不是 本来是这个意思 如果搞到说政党对决的话 就真的很没意思了哈 我们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还剩下一点点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到底哈 这个民进党虽然是执政党 但是我们各位小的民主政治 你是执政党 但是国家机器 又不太一样 因为政府 没有错 政府有一个部分是属于执政党 对不对 你在领导的这个国家政策 可是政府还有一个相对的是一个独立性 你是全国的这个民众的政府啊 你并不是一个这个只有绿营支持者的政府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党政分级 党政分级要有一个界限 也有在这里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在打这个公投 打到现在这样的哈 请全党请政府 等于是党国机器之力 来打这场所谓的政权保卫战了 这个在这符合公投法的 基本的规则 如果从法律规定 还有从目前行政院的做法 那是百分之百违法 怎么说 因为公投法二十条写的很清楚啊 公投 这个公投案成立公告以后 提案人及反对意见者 也就是像我是提案人 还有反对我意见的人 经许可得设立办事出 从事意见之宣传 甚至可以募款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假设国民党反对了 提出的这个 那那反对的 那就说民进党 你是执政党 你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从事宣传 从事宣传 对 而不是动用国家机器 因为政府角色的这个关系 因为同法第七项 民定办事处不得涉于机关或机构 他就是让你让你超出这个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不是办事处 政府机关不见得不能等于反方 结果我们的中选会就进行认定说行政党就是反方 这违法 这是违反公投法 这个其实是要这个 这个在公投法上可以好好的来做法律上的借数 这完全是违法 对对对 这可以说法律上的借数 对对对 所以我说他的这些宣传等等的 他已经违法了 所以这件事情 但我们作为在党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行动或者或者是动作 在投票前 那投票后 如果这个事情造成了选举结果 比如说有任何的领先人或什么 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公投结果 那是可以提告的 这最后会变法律诉讼 因为政府明显违法 我昨天咨询 前天咨询我就讲说 请问你们谁去申请的反方 你们哪一位部长有去申请 行政院长苏贞昌都没有 你们连对案都不敢提 你们如果提对案就算了 提对案你变正方 你就可以大拉拉去宣传 你现在不是你只是一个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做什么事情 公投提案之后 政府机关应该对公投组委那种提供意见书 意见书就是让民众参考 说政府的政策 整个这一项我们的说明是什么 那个之前之前十大公投案的时候 那时候有反空污 有以和洋律 那时候政府做什么 提供意见书 让民众参考 民众做决定 民众有疑问 你可以出来说明 但是不到于宣传的地步 你现在变成是 把它变成是政策宣传 变成合理化你的政策宣传 你到处都在宣传你的政策 然后来打击公投的提案方 你如果说你有申请 你设立了办事处 那就算了 没有啊 那我以为你咨询以后 那这些部长们怎么回答 他回答不出来 他根本搞不清楚 我说他们 我一开始说你们是反方吗 每个都点头我们是反方 我说你错了 你们根本不是 你们根本没有申请反方的办事处 我查了以后 只有好像只有民进党的一个发言人 申请的反方办事处 那表示说中选会在这个议题上面 他也违法啊 对并没有保持一个对法律解说的一个 他完全不中立 完全不中立 这个中选会已经完全不是中立提案了 但这个部分那就 那其实现在就可以采取 法律的行进行为行动了 可以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如果这里面就一开始 这个规定上面 包括中选会 包括政府扮演的角色 这部分就有一点违法的话 就违法之嫌了 我们应该这样讲 违法之嫌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 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issue 好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12月1号跟各位这样聊 那眼看12月18号 也就剩下这个17天了 各位再想一想吧 真的四大公投呢 无论如何 这个是今年2021年的疫情当中 台湾政治的大势 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 可以高度的关切 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无所谓 因为你是可以决定 这公投未来的走向的